袁偉浩、九云慧、江若霖和男友蕭潤邦等等 今天出席在沙田马场举行的活动 Ben昨晚出席完声和班奖礼 他凭打工挨世界二拿奖 毕竟这个节目是他和女朋友张宝儿的定情节目 不过Ben竟然大头虾 在台上不记得多谢有份参与节目的女朋友 除了多谢主要的工作人员之外 我们都应该要说多谢 因为始终Movie都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之一 其实是留了多谢她的 那你会怎样? 怎样说上班的事 你留了她 是不是要公开说多谢? 不用了? 不用的 你怎么私下多谢她是否? 已经多谢了她 其实昨晚回到后台后已经说了多谢 今早回到后台后已经几个几个人了 是否最大不准认识到的 最大不准认识吗? 可以这么说呢 我觉得始终这个节目也是第二辑 根本都和我不同意 也都可以在节目上可以制作很多的科法上 其实我们是希望她可以做到第三辑的 狗姑娘就说自己很喜欢马 又热爱大自然 因为始终我比较喜欢自己做食物 自己比较大自然的马 加上什么 加上什么 心情中的 她很欢迎人家人家人家 因为有趣的话 可以一起去哪里 很开心 有些有点食物比较健康 同城的江若林和男朋友Oscar 首次以情侣当姿态行秀 他们和一帮性感的外戚女 合照的时候 Oscar都不敢正视 那么第一次情侣当行秀 有什么感觉啊 因为我第三年行 然后我刚才在口头 真的吐血 因为她问了我十次 我已经教了她的路线 去到中间 然后走到外面 站两秒再回来 我直接吹到她上台 我不是啊 在这里前面 停两秒再走出去 我停两秒就行了 这个堂来 我不是 那叫bad job 三年行不决 OK吗 我都走到外面 是 我都这样 在外面 她的机子追着你 都没追着她 她说我的样子 不要太强 我说她拒一拒 然后去到那个餐厅 我们就回不起了 不是 我以为呢 有时候看电视的人 走出去 女人比较好一点 我原来可以笑的 都知道我太少了 不知道 但是你给男人比较多一分 你现在的表演 其实她是前辈 她以前是模特 她以前是走开租的 很久了 她生了手 所以她是我的前辈 对 生了手 还有今天看到这么多 就是刚才那些外国人 外国女人 外国女人 她就这么高 她就这么漂亮 她就这么漂亮 然后她又 她就这么漂亮 所以我就不敢周围看 目不齐四 对 那我只是看着她 但其实我很想 看周围看 然后又想看外国女人 那你看楼了很多 看楼 但也没办法 好 好 好